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 今天来跟大家聊个主题 叫做听听就好 我相信有看我影片的朋友们 应该都会在一些影片听到 我讲听听就好 就是我讲的影片 听听就好 为什么要讲听听就好呢 我相信过去我的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以前都会看净空法师 对吗 那在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说 我其实在看净空法师的时候 并不是很认真的听 就是我让电视24小时播放着那个频道 然后我一样做我的事情 那就因为我没有很认真听 我讲过了 真的就因为没有认真听 然后有一些答案就会好像被放大一样被我听到 可能我在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或是没有办法解惑的地方 突然就会那一段被我听到特别明显 这就是我的听听就好 就是我对我想要听的就是没有很认真在听 当然我讲的听听就好 或许你们并不能很了解 你们并不了解我到底真正要讲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 第一 我讲的听听就好是因为 你在看我影片的时候 如果你看不懂 听不懂那个道理 没有关系 你不要在那个不懂的地方去琢磨 到底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大家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破关或是对一个生活上 或者是你在灵性练习路上你想要得到一些进步的时候 其实是要在有想跟不想的状态下 这样讲可能会有点听不懂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看不懂题目的时候 就是这支影片你可能看不懂 你可能就会停下来 重复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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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思考到底这支影片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或者是我想要在这支影片听得懂 这样讲到底在讲什么 你们就会开你们就会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开始的想法就等于启动了小我的思考能力 启动了小我的思考能力 那你们也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不是分享影片给我们看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提升 但是你又叫我听听就好 那到底是要看还是不要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 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在灵性练习这一条路上 一直跟大家说要放松放松 对吧 放松 当你很认真很认真在思考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脑神经是绷在一起的 绷紧的 不能说绷得多紧 但他就是绷紧神经来仔细帮你做思考的动作 那当你绷紧神经思考在在想到底要怎么样提升到底要怎样进步 或者我要怎么样听懂讲讲到底影片讲的道理是什么或者我应该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上 那当你有这样子思考的时候 你的脑神经就会毛起来帮你工作嘛 毛起来帮你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放松啊 那也因为你这样子很认真的在思考 所以你在这边就会稍微卡关 稍微卡关 我曾经有家人跟我分享说他听我的影片或是看我的影片是可能放在那 他就在做家事 他就在做家事 或者是他可能想睡觉了 想要听到我的声音而已 所以他就只是打开 然后放在床头边 然后就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觉得这两个模式是我自己比较认同跟赞同的 也就是说因为他在做家事 我相信他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在听我讲话 那当他在做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那一支影片如果有哪一句话是要帮这个家人 就是做家事的家人帮他解惑的时候 我相信我的那一句话会突然放大 然后突然让他停住不做家事 然后哦 冰狗 就是有点这样的概念 就他可能在做家事 做着做着 然后如果这句话是要帮他解惑的 我相信他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 就会听到好像被放大两倍三倍的声音 听到他脑袋里面 然后去帮他做解答 帮他做解惑的动作 就有点像我当初听净空法师是一样的 虽然我24小时播放着 但是我没有很认真去听 因为我回到家我还是有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看书也好 喝两杯也好 但是就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 然后去听的净空法师讲话的概念是相近的 那当你很认真去在我的影片下功夫 想要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答案 就像刚刚讲的 你已经绷紧神经 你已经想要让你的脑袋去帮你做工作的时候 就没有放松 这时候就稍微会比较难破关了 那还有一种听听就好是 当你很认真听我讲话 然后把我讲的话 你真的很认真地运用在你的生活上 对 确实可能是对你有帮助 然后可能对你也是有提升的作用 然后你就会把我讲的话当作是一种信念 然后会产生直我 会产生直我 因为当你听进去之后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觉得这样做真的有改变我的生活 然后改变我的灵性练习路上的提升 我希望别人也这样 然后当别人跟你讲的有抵触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想要反驳他 那这样就有分别性了解吗 因为我讲的话或许你真的应用在生活上时 真的帮助到你了 可是别人或许他没有听江讲 他可能听别的灵性老师所讲的 对他也是有帮助 那这时候如果有所抵触时 是不是你们两个就会觉得说 谁讲的才是对的 谁讲的才是对的 那其实当有这样子在做讨论时 就产生了直我 所以我讲的听听就好 就是你自己用可能好用了 那你自己就用上就好 但是不要产生一定对或错 因为这个对到你身上可能是对的 可是可能对到别人身上 他是没有不靠谱 对他来讲可能是没有那么好用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听听就好 那这个如果说放在生活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角色 比如说听听就好这件事情呢 对于比如说我跟我孩子好了 可能我跟他曾经有什么争执 或者是他有犯什么错 我可能有用一些比较重的言语来骂他 然后让他当下是很伤心难过 可是我事后反省一下 我好像不需要用这么严重的口吻 去对他说话 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就对于我自己所讲的话太认真 然后觉得自己很难过 然后可能过了一些日子之后 我可能跟女儿说不好意思 妈妈可能那时候讲话有点太重了 伤到你了 可是当下女儿却早就忘记这件事 因为他没有放在心上 你懂我意思吗 反而是我自己没有听听就好 我就是把他记在心里面 但是其实我女儿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这是一个听听就好 就是你会现 如果我没有听听就好 现在当下就会有我刚刚讲那样的状况 这个如果反方向 我如果对我妈妈或是爸爸 对妈妈比较多讲话 对妈妈也这样 如果妈妈如果在曾经哪一次 因为什么事件 然后对了对我说了重话 对我说了重话 那我可能就会伤心难过 记在心上 因为我听得很进去 没有听听就好 那可能过一阵子 我就可能会跟我妈说 其实当下我并没有那么糟糕 或什么之类 然后我妈早就忘记 她当初对我讲什么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自己忘记 应该要听听就好 所以现在听听就好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在练习路上 你要听听就好 在生活上 其实你对任何一个人 很多事情你可能 你自己觉得是困境 或者是窘境 或者是你被受伤害的 那个局面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言语 你真的也只是要听听就好 不要听太进去里面 所以以上是我小小分享的 听听就好 一样听听就好 了解吗 就这样啦 I love you 拜拜